如何将失业率和犯罪率控制到仅为1% 漂亮国会告诉你答案 大扫荡计划是漂亮国政府为了释放公民内心压抑情绪 特别规定的重大节日 这一天的夜里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杀任何人 且不用负法律责任 如今一年一度的杀戮日再次到来 人性二字是否又会得到新的解读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犯罪动作电影 人类清楚计划 大家好 这里是王弟讲电影 近未来的美国 犯罪率创下历史最低纪录 暴力几乎消失五宗 使国家政策变得更好了吗 当然不是 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推崇了一项新政策 大扫荡计划 简称杀戮日 规定每年某一天的晚上 举行长达12小时的全国性杀戮 且在事后完全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而在这个畸形的时代 男主詹姆斯则靠着销售保全系统 过上了非常富足的生活 这天 一年一度的杀戮日再度来临 拿着事先买好的蓝电花 詹姆斯高兴地回到了家里 因为他今天又搞定了不少新定难 蓝电花代表着对杀戮日的支持 一般会被富人家庭撞在门口 詹姆斯一家住着小镇上最好的别墅 作为数大招风 邻居们都认为是他们的贡献 才让詹姆斯一家过得这么富足 言语间满满都是暗潮和忌妒 好在詹姆斯给自家别墅安装了最高级的保全系统 只需要按下密码开关 便可实现全方面封锁防护 时间来到晚上 詹姆斯一家正安逸享受着晚餐 好似杀戮日的到来并未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随着杀戮警报响起 詹姆斯也适时启动保全系统 别墅瞬间就被防护的固热金汤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一家今年又可以平安度过了 但凡事总有例外 就在詹姆斯对着小儿子PUA之际 女儿小美的房间突然闯入一个男人 原来是她的混混男友 詹姆斯一直反对小美与习谈恋爱 然而两人却对此充耳不闻 恰逢今天是个好日子 男友便事先藏在这里 准备和老丈人好好谈谈 于此同时 被PUA一番的小儿子很不开心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搞这么个节日 就在这时 通过自家监控 小儿子发现外面有一个黑人正在逃命 他满头大汗呼喊着救命 看样子应该是在被人追杀 小儿子不忍对方被杀害 便私自打开了自家别墅的铁门 等到詹姆斯察觉不对赶来时 黑人已经冲进了屋内 没等他再做思考 小美男友又突然从楼上出现 下一秒 詹姆斯家里瞬间乱作一团 小美迅速将男友拖回房间 无奈腰子被打穿很难继续火命 前后不到两分钟便发生如此变故 好在詹姆斯还尚存一些理智 随即把家人安顿好 然后去处理躲起来的黑人 就在詹姆斯准备先去寻找女儿的时候 一群不速之客随后高调登场 他们就是今晚的杀戮军团 刚才逃窜的黑人便是他们的猎物 杀戮头子金毛对着监控道明了来意 他以门口栽中的蓝电花为引 看得出詹姆斯一家是支持杀戮日的 所以他希望双方能公平对待此事 金毛给出詹姆斯两个选择 一是交除黑人双方向安武士 二是他们破门而入杀詹姆斯全家 在设备运过来的这段时间 便是留给詹姆斯思考的时间 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金毛还顺手开轻干掉一个小弟 针对现状 詹姆斯果断建议把黑人交出去 毕竟他们是被牵扯进来的 保全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此时别墅店员已经被金毛剪断 屋子又大房间又黑 仅靠为弱手电光找一个黑人 难度不亚于在煤堆里挑芝麻 小儿子非常不满詹姆斯的想法 以命换命又和外面那群混蛋有什么区别 于是便趁着父母不注意 偷偷操控遥控车 指引黑人藏进了橱柜 不料刚才被吓坏的小美 此时也垮进里面 结果正好被黑人挟持成了人质 气氛顿时再度紧张起来 看着拿枪指着自己的詹姆斯夫妇 黑人大声表达了不满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却曾遭追杀 凭什么穷人要被特殊对待 他们没钱没事 现如今就连活着都成了一个错 政府美其言约是为了制止暴力 实则不过借着这些烂借口 来处理社会底层人员 没用的人没了 社会经济自然会向上发展 詹姆斯户女心切不敢轻举妄动 恰巧这时妻子玛丽从后面赶来 詹姆斯看准时机 一个猛冲扑倒黑人 拉扯间他一枪打中对方大腿 这才将局势控制下来 没再给黑人反抗机会 詹姆斯直接将其五花大绑 准备交给金毛平息此事 不料关键时刻 玛丽却反悔了 一想到刚才黑人说的那些话 良心这一关便让他无法纵容杀戮 玛丽和小美都在劝说詹姆斯 黑人也在这时挣脱嘴上交代 然后对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人性终究战胜胆怯 詹姆斯决定力保黑人 反抗杀戮军团 简詹姆斯迟迟不肯交人 金毛也在此刻终于发飙 他让小弟将铁链扣在别墅铁门上 随即一声令下 卡车直接玛丽全开 把门拉断 稍作挺顿 詹姆斯便与玛丽分头行动 杀戮者们则如疯狗一般 手持各式武器向着别墅走来 好似他们正准备杀的并不是人 而是无路可逃任人宰割的羔羊 情况危急 詹姆斯决定主动出击 硬凭一己之力掌控战局 重盆突袭 捉球爆头 凡是能用的东西都用了个遍 完事之后 詹姆斯还不忘补枪救赎几人 正当他以为终于安全时 不料将被金毛突袭得手 玛丽也在这时被一对杀戮者降服 眼见就要死于非命 结果 美顾上看清对方长相 玛丽快速奔向受伤的詹姆斯 两人焦急呼喊着儿女 没想到闻声而至的居然是金毛 危难之际 小美卡点出现 这才解决危急 虽然一家终于得以团聚 但詹姆斯却因伤势过重领了盒饭 不多时 几个人影缓缓现身 正是刚才出手营救的邻居几人 没等玛丽发声感谢 对方竟然翻脸不认人 嚷嚷着把三人拖到了客厅 原来他们也是杀戮者 几人早已嫉妒詹姆斯一家多时 缘由仅是他们比自己过得好 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所以詹姆斯一家今天必须死 玛丽竭力哀求放过孩子 邻居们却不为所动 他们手牵手默默祷告 准备完成最后一场杀戮 没想到关键时刻 挣脱束缚的黑人出现了 他迅速开枪干掉一个 挟持一个 并将其遇人的生死交给了玛丽 庆幸玛丽不愿再造杀孽 犯过了他们 一行人起坐在餐桌前 静等杀戮日结束 不料 就在时间还剩两分钟时 女邻居还想着反抗 结果 随着警报声再度响起 这场灭灭人性的屠杀终于结束 城市重新恢复秩序 世界再次规于安宁 看似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富人草菅人命 穷人主张和平 极度分化的社会环境 却仍旧无法影响下一个杀戮日的到来 人类清除计划 善用于2013年 由伊桑霍克 琳娜海地等出演 一个陈旧的情节套路 构架出了一个人性困局 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但却发现并不完全如此 影片给人以深深的思考与反思 高度文明之后 是否就是高度残忍 作为一部投资仅300万小成本电影 已经非常不错了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